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有人出了高家愿意花钱当冤大头 不可以 立刻叫他们停职 为什么 要是把那么好的火山岩毁掉的话 还谈什么开发 程雨昕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怎么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好 我告诉你 如果有人非要毁掉这片火山岩的话 那我只好辞职 这儿的活我不干了 空总 这是发票 218万整 我要的材料都带来了吗 都在这儿了 照片证监复印鉴尾图书都齐了 你看 都在这儿 行 交货子行啊 你办事很干粮 没有没有 您过来了 以后 定堪大用 还得跟您提起来 有前途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给你们出去外防资质证明 海员去野色列协调一下 我为你们出行这点破事 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得花掉老多钱才可精力呢 拜拜 您慢走啊 慢走 我卖火山石怎么了 我那是为了整体 西林海湾建设考虑 你说你一个新来的小丫头 有什么权利威胁我 红卫啊 你先去忙别的 我和雨晴谈谈 你去吧 雨晴 说说 怎么回事 那片火山岩 是西林海湾的天然屏障 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还阻止风浪 使海水更蓝 环境更有特点 所以姜董 总之我认为 这是不可多得的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把它毁掉 这太可惜了 雨晴哪 你的想法很对 你看 单从这图画上看 那就让人非取观赏不可 我赞成 务必留下火山岩 江董 谢谢您 怎么搞的 恐驾轩的电话怎么总接不通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再次收文在场上 请您三伙分别 蔡先生 让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啊 没有 我也刚等 正好把钱还给你 不是 气球是我送给你的 亲兄弟名算账 一码归一码嘛 否则下次我还怎么好意思 再找你帮忙 这个 好了 今天这顿饭我来请你 算我谢谢你了 好吧 我们还真是有缘分 还能再见面 是啊 那个小贩太可恶了 你也别往心里去了 反正你也已经找到个好工作 不是吗 我还没找到感觉呢 不过 我在的那家公司 在福建挺有名气的 你这么好条件的一个女孩子 去哪家大公司 都会有人要的 你知不知道啊 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一些单位来说 他们找聘人更看好的是 实际经验 是啊 你说得也对 不了解些了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你跟爸妈一起住吗 怎么说呢 我父母在我出生后 就先后去世了 我从小是跟外婆长大的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 没事 我外婆很疼我的 让我得到的爱 不比别人少 听起来你有个很伟大的外婆 改天我应该去拜访她老人家 好啊 对了 我还没有问你 最近在忙什么 也没什么了 只是和一个朋友谋划 搞个有机农场 是吗 一看你就是一个 做大事的人 还好吧 其实有机农业在国外 已经做得很成熟了 只是国内刚刚起步 所以我对这个项目 还是十分看好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 国人是要思考 自己应该生产什么了 对你这么一说 我又多了一分信心 蔡先生 蔡先生 我总算是把你等来了 你在等我 是啊 您和那孔董谈得怎么样 还不错 他请我当副总 真的 那你投了多少钱 这个不方便说 蔡先生 你帮我联系一下孔董 我着急找他有事 你有什么事 是这样 他答应帮大伙办出国签证 可是我钱交了 现在找不着他人了 我着急着呢 这办签证本来就没那么快 你再等等吧 我相信他办好了 一定会和你联系的 好 好 先生 您先看一下 蔡总 你 你到底想干嘛 你缠着我 蔡总 你听我说 你千万别介意 我实在找不着孔董了 我那帮乡亲还等着信呢 你帮帮我好不好 你要是真急着找他 那你去他的办公室等他吗 不是 上次他住的那总统套 已经退房了呀 退房了呀 你真不知道这事 我不知道啊 难怪我刚才敲了半天门 没人理我 要不这么着了 我去你办公室等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不是你 你找的是那个信孔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是找他 可我找不到他 我现在找到你了 你走了 我上哪儿找人家啊 我帮你去找他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是 你在这儿等着我就可以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是不是同伙 你一块儿骗我钱呢 说什么东西啊 谁骗你钱 你死缠着我什么用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一个来应聘的台湾学生 你拉倒吧 我都亲自听到那信孔的 答应你 做副总裁了 那是他随口那么一说 以为我真的能够 给他投几千万呢 我哪来的钱呢 不对 那天你们俩聊那个什么 CSA那么投机是吧 你们肯定是一伙的 我呢 是个农学院博士 研究的课题就是这个 讲有机农业的知识 是很容易的 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你别动 明白告诉你啊 我找不到那个信孔 那我就跟着你了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信不信 你讲不讲道理啊 你受骗关我什么事情 天地良心 我哪知道你要给谁钱 更不知道你交了多少钱 这八竿子打不到我头上啊 你少跟我废话 反正我就认定 你们俩唱双皇骗我的钱 我觉得呢 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约会 我失陪了啊 你有约会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你吃香的喝辣的 我也跟着沾点光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缠着我 我不客气 我要报警啊 可以啊 快去报警 我正好要送你去派出所呢 要不然咱俩一块去 你 你 喂 喂 喂 把手机还给我 喂 哥 什么 那个信孔子突然消失不见了 跟你那里还愣着干嘛 赶紧报警呀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破房间 你以为我住别墅 搞清楚啊 我呢 就是个台湾来的穷小子 我告诉你 你休想骗我 也甭不甭打算撵我走 我知道你背后有两个负伤 反正这件事已经出了 我已经没有脸面回家 如果找不到钱 我一分钟都不离开你 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呀你 听我说 你听我说 第一 不要再叫我蔡总了 第二 你要赖在这里 可以 房钱你自己付 过几天呢 我就要回台湾了 这里我已经结束了 你休想 在我找到孔家轩之前 你走不了 我不会让一嫌犯离开 那个孔家轩骗了你的钱 你报警抓他呀 跟我为什么关系啊 那行 你帮我分析分析 他为什么骗我钱 那人家随便跟你说了两句 你就乖乖地双手 把钱奉上 他不骗你骗谁呀 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吧 他那几千亩地失 是确确实事有吧 公司各种资质证明和营业执照 也没什么疑点 我经商也七八年了 谁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那我告诉你吧 通常淹死的呢 都是水性好的人 我猜你也是这种状况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一想呗 要是出国 必须得先办护照 办护照这种事情呢 是必须得本人亲自到场 全世界都一样 怎么可能你不去 就有人帮你把护照办好了呢 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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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叔 康辉回来了吗 没有啊 还没回来啊 这一猛子扎下去就没影了 不不 等康辉一回来 我就让他找你们去 不 这 永不叔 你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哪呢行吗 对啊 行行行 永不叔 我这有电话 你用我的这个打 对 你用他的打 好 他那头战线 什么战线 他只是射了一个箭 所有电话都打不进去 就是 他聚接了 怎么可能呢 不是 可能是这个 在给你们办出国手续呢 他怕别让你干扰他 你信呢 爸 这慌里慌张的 出什么事了 小剑 看见你哥了没有 爸 我有急事 回屋去说 走 你们随便坐坐啊 永不叔 爸 坏事了 我哥他 你哥他咋了 我哥说 他把钱给了姓孔的老板以后 那个人突然消失不见了 别遇到骗子了 爸 小点事物 外面有人 本来做出国梦 一觉醒来 人还躺 躺在床上呢 钱没了 情况全明朗了 我们就是一群傻瓜蛋 不管咋说 康辉还给你垫了三万 我呢 整整交了五万块 咱美人才没了几万块钱 康辉一下子就没了一百多万 你知道康辉的钱去哪儿了 林康辉跟孔老板是单线联系 这里面有什么勾当 有没有勾当 鬼才知道呢 撤头 你怀疑 是康辉骗了兄弟们的钱 反正我们的钱 是交到他手里了 跟别人不着边 瞧瞧瞧瞧干嘛呢 被人骗钱了 我告诉你嘛 要真出了什么案子 我这个质保主任 会为你们成腰的 听见没有 沈主任愿为兄弟们打包不平 得了吧 有些人也不撒胖尿瞧瞧 自己算是哪路货子 怎么说话的呀 我告诉你爷爷去我 算了算了 等康辉来事情就清楚了 那倒是 散活 回家 走走走 现在用这个牌子的人特别多 反应还不错 那这个产品呢 这个产品 加妮 雨昕 你怎么来了 我好想你 我也一样 怎么样 你好吗 走我们去那边聊 走 你啊 什么时候来陆江的 最近打电话跟我说 你就在闽南 吓了我一跳 说来话长嘛 我妈妈不是身体不好吗 所以她就回老家金门疗养 然后这个美容院就由我来接管了 小红 放两杯红茶 来 坐这儿 坐吧 雨昕 雨昕 听说你留校的事情出岔子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没什么 留校的名额被一个海归给顶替了 顶替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没事了 那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谢谢啊 我已经找到了一家民营企业 够哥们吧 知道你在这里 第一时间就来看你了 那倒是 咱俩是跟谁啊 手机可以还我了吧 我告诉你啊 少耍花样 喂 程小姐 不好意思啊 害你白等 没有 我这出了点小麻烦 被一个无赖缠上了 说什么呢 我也是受害者 那个无赖缠我缠得还挺紧的 我晚点再跟你联络啊 你真行啊 一边坑着人 一边还在泡妞 我才懒得理你呢 没关系 你爱说我什么都行 反正我就告诉你 这钱如果我找不到 你休想离开一步 你还敢说你不是无赖 无赖 无赖就无赖 随便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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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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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瞒各位 我是有要事 急着找孔总 快快快 蒙谁的 我们孔总昨天刚走 你身为投资人 怎么今天才来 他走了 他真的走了 你烦不烦 害得我又输了 走走走 对不起对不起 快走吧走走走 不是 我真倒回来 可是你真倒回 小菜呢 回来 停车 快停车 你冷却 什么 森份 还没啊 谢谢你啊 我亲生的一对儿女 都没有你这么孝顺呢 永福叔 你可不能这么说 在我爹娘去世以后 是你收留了我 这份大安大德 让还没报答一辈子 都不为过 闺女啊 怪是怪康辉她惹了祸啊 不然 我也犯不着 去操那么大的心呢 永福说 咱们都别信那些 风言风语的 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格 替康辉哥担保 他绝对是个 极为负责任的人 我相信他用不了多久 就能逮着那个骗子 到时候 不就真像大白了吗 但愿如此吧 可是那个姓孔的 他不露头 康辉拿什么 来证明他的清白 还有 他和大伙那些钱 偷念马月才能追回来啊 叔 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康辉哥一定有办法 逮住那个孔骗子的 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闺女啊 你是真心把康辉 当自家人了 别难过了 永福叔 是真心把康辉用 你能不能过去 并且能过去 你的套餐 但愿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 蔡明镇回来了吗 早回来了 他又出去了 什么 他说过几天回来 回来回来 怎么了 坏了 不会是开溜了吧 他可还欠我半个月房钱呢 你别走啊 太明镇 果真是你 让我好找啊 都说好 没想到吧 你就是钻进老鼠洞 我也能找到你 不是 德叔 你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 什么意思吧 什么意思 给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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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叔 这 这 这里不是台湾 你别胡来啊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答应过欠你们的钱 一定会还的 你悄悄地溜到大陆来 想过捉迷藏是不是 不是 我人在大陆 但是 你 你有欠条在你手上 你 你怕什么呢 那道破子能拿饭吃吗 我要的是钱 我们家的状况你很清楚 我刚刚从国外毕业回来 哪有可能那么快闲鱼翻身 你好歹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发展 赚了钱立马还你嘛 听说你在大陆 有个表格是富豪啊 欠这点钱对他来说 不算什么事吧 既然你非要这么说的话呢 我就 你想怎么办怎么办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找人 在那边有答案 您拨握 德叔 如果能让你解气的话 你就打吧 住手 没事吧 干什么呀你们 敢在拨天换日之下打人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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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快走 撞什么一羞好汉 你别干什么呀 赶紧回上倒走 我要报案 这边 快撤 他们往那边走了 一共五六个人 快撤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吧 没事 你去哪儿了 我去报警啊 有没有打到你头啊 你有没有问题啊 没 没事 别别别别 你别 别这样子 不用了 别碰上 不用了 别碰上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了 他也没被打到要害了 不用了 不用了 王帅 那帮到底是什么人 流氓 流氓你也敢惹 你是不是在台湾犯什么事了 才跑过来的 我像是那种人吗 别落井下石好不好 不过 不过 还是要感谢你 要不然我今天晚上麻烦就大了 这个 我还得向你道个歉 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 我的确做得有点过分 反正 不管怎么说 到我欠你一次人情了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以后不能再跟我耍心眼了 哦 哦 哦 对了 你找到老孔了吗 没有 要是能那么容易找到他 孔家俊还能撑得上骗子吗 哦 说得也是啊 我已经想好了 这次我非得跟他死磕不磕 那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这还差不多 雨昕啊 咱俩说好了啊 回头我让人给你拍个美人照 然后呢 往橱窗里一放 那生意肯定更火爆了 不行 我虽然上了贼船 都不能轻语贼结盟 你还是积点得 别让我把脸丢大了 我跟你说 现在有多少人拼命地炒作自己 我给你做免费宣传 你还躲着 我说了你要是不听 一切后果你自负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这么漫无目的的瞎找一通 不是诚心费我的油吗 你相信我 直觉告诉我肯定有门 你就做你的白日梦吧 拐过去看看 都说大阴隐于世 老狐狸没准就藏在闹市区 还让咱们满市就找 好吧 那就听你的了 咱现在没别的办法 就这么一条线索 能轻易放弃吗 等会儿我发现大骗子 你就是手工一箭 你来这干嘛 那家店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开的 我打声招呼 走吧 一起去见见 给你介绍一下美女 没兴趣 我现在只对钱有兴趣 钱都快成你的祖宗了 谁要能帮我找到钱 谁就是我祖宗 好吧 那你就自己待在车上 我去看看我朋友 等一下 小明 明正哥 真的是你啊 什么时候过来的 说来话长 程小姐 又见面了 你好 你们认识啊 我们是偶然认识的 你们也认识啊 当然啦 我们俩人可是三年同床 规装铁杆 你知道吗 那次中毒昏迷的那个人 就是雨昕 这么巧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不如我请你们俩一起吃饭 有空吗 再来劝你好好载一顿 怎么样 今天还真不行 我约了人 要不这样吧 改天我请你们两个 那我们就下次再约吧 我先走了 好 麻烦你送送雨昕方便吗 不用了 他要去环条路那边 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 不麻烦 没关系嘛 我的车就在外面 我送你去吧 那好 谢谢啊 嘉妮 那我走了 好 先走了啊 回头见 拜拜 拜拜 那下次约了 这边 好 要不算了 我不耽误你们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先送你过去 走吧 请 你是哪人啊 我是本地人 不太像啊 听你的口音 倒有点像江浙一带的 可能我在上海那边 上了七年学 口音多少有点改变吧 难怪 学什么专业 学了七年啊 人家是研究生毕业的 怎么样 你羡慕吧 难怪 喂 孔叔 是 我已经在车上了 行 还是上次那个咖啡厅 好吧 一会儿见 陈小姐你是约了别人见面是不是 是啊 我约了一个长辈 喂 你没听人家电话里说的很清楚 陈小姐 你要约那个姓孔的长辈 他是做什么的呀 是做生意的 做做做生意的 他住在哪里 多大岁数了 你好像是在调查户口呢 你别误解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是学历史的 我对所有跟孔子有关系的 都感兴趣 你别 别 别这么吓胡扯了 陈小姐 纯属误会 我这位兄弟 最近刚被一个姓孔的人给骗了 所以听到你说孔叔 他神经就开始抽了 蔡先生 请前面停一下 我要下车 你不是要去环岛路吗 不用了 在这里下就可以了 哦 呃 好吧 谢谢 我们偷偷跟着他 看他去哪儿 不是有你这么问人家话的吗 他电话里叫的那个孔叔 万一就是那个孔他骗子呢 哎 欢迎光临 哎 雨昕 孔叔 来来来来 坐 孔叔 我迟到了 让您久等了 没有 喝点什么 随便了 服务员 来杯摩卡 雨昕啊 听说你到环大集团报到了 感觉怎么样 一切都挺好的 姜董为人特别客气 只是我觉得公司的主业跟我的专业有些不太对口 我读了 我读了七年的环境艺术 如果现在我不能做本职专业 那我感觉多少有点可惜 这个没什么关系 一个人在事业上谋求发展 专业不一定就是绝对的优势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这就叫做宁可做过 不要错过 谢谢您的鼓励 我会边做边学的 好好好 孔叔 您希望我留在环达集团工作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建议呢 说真的 雨昕 这环达集团是个非常有前途的民营企业 可不是什么人说进就能进的 你自己也说了 江老板对你也不错 进个好公司 有个好上司 这在职场上是多么大的幸福 你得好好珍惜呀 嗯 我知道 来 好 坏了 咱们得走 可是我还有事要跟您请教呢 回头再说 先生 您还没结账呢 我来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欢迎光临 程小姐 你认识那个姓孔的是吧 人呢 刚才那老头呢 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他欠我钱我找他要账 谁欠你钱你找谁要去吧 你这叫什么话 程小姐 是这样子的 那个姓孔的真的骗了我朋友很多钱 那你帮帮忙告诉我们他去哪里了 你去哪儿 你放手 我不放 我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我可以报警了 我报警了 你报警怎么了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放手 放手 好了好了 不要这样子啊 女孩子 好了好了 行了 你游得够快呢 走啊 快快快 开车去 恐怕不行 我好像有点中暑了 人不是很舒服 要不要吃药啊 不要不要 我回酒店去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庄呢 你根本就不是不舒服 就是不想去 是不是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尽人情啊 我陪你找了一整天 你还要我怎么样嘛 这不都说好了 咱们一块同心协力把钱追回来嘛 老兄啊 说到底钱是你的事 你别老拉着我行不行啊 在大石大飞面前 你不站稳立场 让人瞧不起啊 蔡明镇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认识那个程小姐 你是对她有好感是不是啊 那你想怎么样 还想继续跟踪她吗 不跟踪她 怎么揪住那只老狐狸的尾巴 你傻样开了车去跟着人家 不摆明让对方知道你在盯她的烧吗 我明白了 你连车都不想借我用了是不是 我 好啊 没有你人 没有车 我照样能抓到那个老骗子 嗯 嘉妮啊 我还在工作呢 没那个口福啊 好啊 哎 娄梅姐 嗯 这个帮我送给姜董沈月 好 知道了 好 谢谢啊 嗯 嗯 欢迎光临 请问需要什么 你好 请帮我拿一张五十块钱的充值卡 好的 谢谢啊 小姐给您 哎 明错不但没有收益可能还欠债 表哥又不肯借钱 如果这样两手空空回台湾欠的债 我什么时候能还上 可是跟着这个混小子又有什么前途呢 哎 真是进退两难呢 哎 都你了 都要等你了 你了 我看见过一个小子 还有一个小你 是不一践破的 行人 是不一践破的 语言 真的要等你了 我看见过哪公子 我看见过那公子 哎 同志 等一下 是他吗 嗯 这位小姐说你跟踪他 有这么回事吗 跟我们走一趟吗 哎 喂 喂 我 对不起啊警察叔叔 我跟你们说实话 我 我们两个其实是情侣 然后闹了点别扭 他不给我机会解释 所以我就跟着他 胡说 谁是你的女朋友啊 警察 他是流氓赶紧把他抓了 这种恶毒的词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呢 小两口生气就是这样 别听他的 这家伙就是流氓 这两天他一直在跟踪我 你别不讲理啊 要不这样 你告诉我孔家轩在哪 你告诉我就不跟着你了好不好 我怎么知道孔叔在哪里啊 就算我真的知道他在哪里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警察叔叔 你们听他回答我的问题 像是不认识的人说的话吗 这 这怎么回事 亲爱的别再生气了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 我不认识他 你们别听他的 哎呀 你别再闹 快把他带走啊 你和小两口别胡闹了 哎 警察同志 有什么话 警察同志 别走 有什么话 回家说 慢走啊 警察叔叔啊 慢走 慢走 你还真来劲啊 你这属于家暴啊 我跟你说啊 真够狠的呀你 我都告诉你别再跟了你就是不听 他简直就是个母夜叉 将来嫁得出去嘛 啊 现在女孩子怎么都这么凶啊 老子我手里又非得好好治治他 你口气倒是挺硬的 怎么你还想取他不成啊 笑话 倒找我钱我也不要这样的 你省省吧 人家可是个美女高材生 你把人家整成那个样子 还干着缺德的事 我干什么缺德事了 孔家轩要不骗我的钱 我 我能干这种事吗 我问你 你说 上次海鲜中毒最严重的那个女孩子 你还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意思啊 嗯 嗯